包子的包法呢 绝对影响你包子的形状和质量 对不对 你看这包子发的特别好 这就是咱们银行发的包子 然后你再看 看这儿 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包完之后 他整个这个包子就感觉像不起一样 其实不是你的面的问题 而是你手法的问题 最后一下你看他往下一摁 包子本身就往下摁就摁下去了 像如果说你只看这儿的话 你看这包子发的多好对不对 哎呀这包子真透露 漂亮吗 但是你看这儿就不好了 这有的会比这个更明显 就有很多人的时候他是摁着包包子 燕子现在给你个详细手法 别忘了收藏 这是燕子拿了随便的一块面 面然后去练手就行 咱们把面呢擀到中间略厚 边缘略薄 然后把它放在手心里 手挡挖兜 这样才能兜住馅儿 然后把馅儿放进去 然后稍微等一会儿啊 然后看大拇指 大拇指捏食指的关节处 大拇指捏食指的关节处 然后手挖兜 左手馅儿打馅儿 捏住 捏住 轻轻往上提 咱们滴露着包子 然后捏的时候 捏褶的前侧 看到没 这是一个褶皱 然后要捏褶的前侧 哎 每捏一下要轻轻的转动包子 哎 轻轻的转动包子 看 捏前侧转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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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指捏的地方是食指的关节处 啊 来 再来 这个面硬啊 这个面是韭菜盒子的面 包饺子的面 那个大拇指的包子 捏成那个 看 捏食指的关节处 然后往前侧捏 往前侧捏 到这的时候 你看咱们的面呢 是往上竖着啊 因为我不得劲 我垫着脚 垫着脚是去弄的 不得劲 然后手要捏着包子 捏的包子 就是为了让它更挺立 啊 不能往前走 不能往前带 像这个 因为燕子的方向是这样嘛 所以它就斜了 按常理说 它这个褶是不斜的 是竖直状态 看这竖直状态 然后啊 这样 往里怀 看 往里怀捏 捏 捏 然后最后一下 就是第一 衔接第一个褶 然后第二个褶 然后上来 看 往上走 然后下边手 你要捏着包子 让你的包子挺立 挺起来 挺起来 这样包子就不会产生啊 一面 一面扁 一面骨 因为它就会均匀 而且里边 它也不会说 上边有很厚的面 底薄 面也薄 也不会有很厚的面了 当你打开这个包子的时候 当你打开包子的时候 这儿 这儿很均匀 然后上下都是均匀的 上下都是均匀的 尽量一下 就会均匀的 しかier 上下都是均匀 有罚子 身份 无敌 优优独立 起来 那我